对 所以我就一直在说 我从来没有爱过一个人 我从来没有爱过 什么是爱 是我自从生了我儿子之后 我才觉得 哦 原来这就叫爱 这就是我觉得 我人生最失败的地方 然后我还是单亲家庭 我爸爸在我半岁的时候 车祸就没了 我妈在我今天这个年纪 28岁的时候就开始守广 一直到现在 一年级之前 我都跟我爷爷过的 那个时候我就很大化 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地主 很有钱做生意 就是七八年代的那种万元户 就开梅窑的我们家 然后在我妈呢 我妈就把那个学费票给她盯好 放在冰箱上面 有一天我看到了 我问她这干嘛 她说我要把它收集起来 她把所有票 就像会计凭证要贴得死死的 你知道吧 她说以后 如果你不养我 我要拿这笔 这笔东西去问你拿钱 你知道吗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花她的钱了 就她给我的所有钱 我都自己记着 好 我下次还你 所以 就 就从此我就有那种财商 从一年级开始 我就开始有财商 你知道过年的时候 我妈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红包哪来的吗 如果我不给出去 你会有进来吗 所以她跟我商量的就是 我给出去多少 你还给我多少 所以我每到过年 我就出去跟那些 她不认识的人说 恭喜发财 红包来来 五块不要 十块拿来 就开始想办法去赚钱 就嘴巴很甜 所以 这也是家庭教育问题吧 然后我从小就好像 真的一直就想到 我怎么跟我妈划清界限 我以后不要欠你的 所以 在我18岁的时候 我做了人生规划 那时候我就算了一下账 我说 从你怀着我肚子 我在你肚子里面开始 每个月算你三千 每个月算你三千 其实你当时肯定没有三千 因为你当时公司 也是一两百嘛 对不对 你存银行那么这个钱 我说 反正我每个月给你三千 给到我在这里住的最后一天 之后我就不用你管了 很荣幸的就是 我真的在那个最后的时间点 在我结婚之前 把那笔钱还给我妈了 而且就是 是有多没少的给 就误打误照 我做了各种各样的生意 只要你能想到的 我都做过了 而且我都是没有亏损的 高位卖掉了 所以我可以说 我过去的人生 真的是挺幸运的 就没有亏过损 就只是吃了一些亏 变变骗了一些钱 那后来到我25岁 买完了全款的别墅 全款的 就人家认为的豪舍之后 就有一些每个月大概十来万的被动收入之后 我就觉得钱花不完了 就不想花了 我觉得好像可能我就没什么野心吧 就我也不是说对物质有特大需求的人 但是好像钱是真的花不完了 就像我每天去住五星啊 然后每天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打卡 我一个月买他一两件奢侈品 对吧 好像也花不完了 然后没什么追求了 就开始去想 我到底活着为什么 他可能有别墅 有什么 就所有你想要的物质 他能买得起的时候 他心里其实最渴望的就是一份爱 就他可以很放心的去爱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说去涂他的钱的 就像现在哈 为什么我要把所有东西丢掉 因为我发现 很多人并不是真的喜欢你 他只是喜欢你身上的某些东西 他想要得到你身上的某一些 跟爱情无关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 不是我想要的 就是相当于今天 我说 跟你女朋友分手 我给你一个亿 你分吗 如果我有的话 你分吗 就是利益到不到位的问题 我有一个原则 事不过三 就我今天认识你 我给你一百分 我会跟每个我认识的人 说我的事不过三原则 你第一次伤害我 我就开始找备胎了 第二次伤害我 我就跟备胎吃饭了 第三次伤害我 我就会头也不回的 再见 拜拜 不要聊了 你就不要找我 因为我不吃回头草 我跟我的朋友啊 亲戚啊 还有员工 包括男人 我都是这么说的 所以 我觉得我真挺幸运的 我这辈子就没有人伤害过我 因为我跟每个人交往的时候跟你说 我的原则是这样子的 你不要伤害我 不管你之前是做什么违法犯罪事 不管你以前有多么烂 我不怪你 那是你的过去 现在开始 我对你是满分 从此以后你不能伤害 我不能骗 我不能让我哭 如果你让我哭 不好意思 我就会马上找备胎 不管你有多么优秀 我不会让你无可替代的 就为什么我 非得要跟我儿子的爸爸离婚 就是因为他在微信里面 可能 就是当人什么都有的时候 他就开始有点 落寞了 他就会在微信里面去撩妹子 然后 我又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我会 就是其实看一个手机嘛 如果你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设密码 你设密码肯定是有问题的 然后你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 然后 那就生气了呀 那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走了 那时候是2018年 11月11号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说一直在闹离婚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是一个 一字不忠百字不容的人 我能那么稳的原因 就是我不赌 我不会去赌一个人的人性 因为我知道人性不可赌的 是不是很现实 本来就是啊 婚姻的确不是交易 但是 婚姻必须势均力敌 就是你要符合星座 还要符合那个 那个属相 然后还要不抽烟 不喝酒 不嫖不堵 钱要全部给我花 钱要全部给我 人家当时一听 你肯定这辈子找不到了 不到一个星期 这样完全满足条件的人就出现了 第一次见我 他把他的银行卡给了我 第二次见我 带我去见他的爸妈 那当我25岁的时候 我的规划是 我想要去读书 然后一直没有如愿 就一直在纠纷啊 就是争吵当中 所以真的印了那句话 叫做你因为什么东西 要跟一个人在一起 你就会因为什么东西 跟他分开 很多人觉得 哇你这样子 太实力了吧 你太现实了吧 你就图钱了 我觉得不是 就我不能再去忍受 一个人比我差 因为我觉得良好的关系是 你在上面 我在下面 你在 你在上面工作 我就好好的看着你 我就像小孩子一样崇拜你 这样的婚姻关系 才是比较稳定的 就如果一个女孩 今天因为别人 别人宠你 你就跟他在一起 我告诉你 你八成会失望的 因为没有人能一辈子宠你 那我能够接受就是 你很厉害 你每天很忙 我就仰望着你 然后我就 我就为你鼓掌 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很好 就是我想要仰慕的状态 我觉得这也是 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婚姻关 是吧 我觉得真的 就是现在这种状态叫做 高不成低不就 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良心化 就 就不是那种 可以拿去做花瓶的人 就不至于像明星这样好看 所以 未来吧 切走切敲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就只要赚钱 我要买别人有的豪车 豪宅 然后后来你发现 当你有了别墅 有了豪车 有了孩子之后 你觉得好像 活着到底为什么 我好像有点厌倦的 容易眼看到死的生活 所以我想要 什么都不要 就开了一台车 带了一张一万额度的信用卡 然后放弃了一些 比较稳定的被动收入 重新再来一次 就是叫做活反了 我觉得 就是以前 每个人 年轻的时候 都有很多好朋友 而我没有 就是我不感情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可以跟谁说 然后我也会有情绪 当然跟钱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前半生 真的是没有缺过钱的人 那就是 人家说缺爱了 缺朋友了 就所以我刚刚一进来 我看到你们这里 哇好温馨啊 因为这样的状态 是十年前我的状态 你一跃成长 就觉得好像 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在想如何利用你 利用你的人脉 资源 钱 你的盘子 好像就没有所谓的朋友了 但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那种感觉很纯粹 我就好想用那种感觉 我妈真的不太理解 她觉得我脑子有病 但是我觉得吧 我不能活着像死了一样 没有梦想 没有追求 没有方向 过着红横恶恶的生活 当然也不算是 就是穷到不行 但是 我觉得人生应该要 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说 无法沟通 那我就要透过一平台 告诉她 我想怎么样 好 那我去休息一下 我回一个 好吧 好 好 好 谢谢 大家